立院未还委员会下午诸条审议劳基法修正草案 原民进党判今天能完成审查 但国民党团寄出费力把市托 Philibuster策略由党籍立委成移民于蒋万安接棒发言成功杯葛议事 让国民党团士气大震 蓝伟更高呼独撑两个多小时的蒋选市长 蔡政府调整一例 义修劳基法修正草案正在立院审议 今下午修法进深雪区 由未还经济委员会经联洗竹条审查 为杯葛议事讲万安以劳基法修法 影响劳工权益胜据要求讨论发言不要限制 但没想到有人数优势的民进党团表决却已九比十败败 由于会议法定时间五十三十分 下午二十三十分开始竹条审议事 陈怡明率先以冗长发言杯葛议事 前后独撑四十二分钟 连维他命学历与红番薯音样都谈到 让主持议事的民进党及赵伟林静怡多次想打断发言 接棒发言的蒋万安 原本党团规划也要发言半小时至一小时 但民进党有鉴于陈怡明的冗长发言战术 在蒋上台后民进党团着手要提出终止讨论提案 让整个发言讨论中断进入条文实质審查 担心蒋万安结束这要被迫终止冗长发言杯葛 国民党立委索性上演支援前线戏码原本要接棒发言的党籍立委 包含党团书记长林维州党籍立委林立禅 宇江在发言的陈移民当江源准备发言讲稿全部转给蒋万安 尽妄想一个打完全场也因也不可能再换人 蒋万安四三十二十左右上台后就这样滔滔不绝 一路撑了二个多小时过程中除偶尔喝水润喉持续不断发言 让在立院外收看直播抗议劳基法修法的劳团成员都大声高喊蒋万安 撑下去大气过程中迎蒋万安脸书开启直播后效果不错 林维州陈移民与林立禅也跟着开启脸书直播抗发言 在台下声援讲下午近五十十五分左右 林静怡才是休息十分钟并宣布今天会议要有表定五十三十分结束延长至午夜十二十 但讲万安仍持续发言休息结束 国民党团指宜林宣报延长会议时间未征询 林在常委员意见因绿委人说劣势 林在五十三十二分正式宣布散会 也因协局抄展开意外挡下劳基法修正草案后 现场有栏尾高呼蒋万安 宣市长民进党立委陈明文也私下称赞将 国民党真厉害援言于国民党团若今天能挡下来他就支持蔣万安参选台北市长的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态度则转趋低调 陈怡明表示今天议事杯葛成功 除是国民党完全在野以来首度表决胜利 也成功挡下劳基法修法在明年元旦上路的可能性 把战线拉长 国民党立委直言 这样的发展将让国民党2018选战比较好打 一例一收在修法委员会持续开会主案审查 国民党立委讲万安发言进入第二个小时主席喊出休息 台上空无艺人记者陈正兴摄影分享